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国家政府对彭帅的健康状况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关切 当天早些时候公布的彭帅在北京儿童锦标赛上的照片和视频并没有平息这种不安 35岁的彭帅是在11月2号于微博公开 他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因性轻而转化的不伦关系 并在这之后近三周一直下落不明 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彭帅与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通话30分钟 首先感谢国际奥委会的关注 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表示 彭帅解释说他现在在北京的家中很安全身体也很好 但是他希望自己的隐私在这个时候得到尊重 这就是他为什么现在更希望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 不过他仍将继续从事他热爱的网球运动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呼吁中国当局让网球明星彭帅公开发言 借此澄清他所发生的事情 并表示若是彭帅不这样做 警告可能会对北京造成外交后果 美国和英国也呼吁中国提供彭帅下落的证据 对彭帅的关注正值全球人权组织和其他人士呼吁抵制 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 理由是中国的人权记录不佳 彭帅的被消失引发国际声浪批评 纽约时报评论 现在彭帅代表的威风已经变成高温的爆炸事件 冲击中国政治圈 彭帅事件正式检视中国是否适合举办奥运 以及北京应该说明彭帅在哪里 相关行动为何的时机 中共外围的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张贴 其中的一段影片 35岁的彭帅似乎身披外套戴毛织帽和口罩 走进一家餐厅 在另一段影片中 曾两度获大满贯赛双打冠军的彭帅 则没戴口罩 坐在餐桌旁参与攀谈 法新社无法验证影片的真伪 胡锡进后来在推特以英文发推文表示 第二段影片显示彭帅和他的教练及友人 在一家餐厅吃晚餐 影片内容清楚显示 那是与北京时间周六20号拍摄的 路透社的报道说 彭帅现身吃饭的川菜馆经理周洪梅证实 包括彭帅在内的亲人来过餐厅吃饭 并补充说他们在一间包厢里吃饭 餐厅老板也加入 除了路透之外 Sky News记者 Tom Cheshire也跑去餐厅求证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们去过中国官媒影片所指的餐厅和体育馆 两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彭帅去过那里 除此之外 我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NPR记者冯哲云同样亲自去了一趟餐厅求证 结果似乎不尽相同 冯哲云在个人推特上说 自己决定去影片中的餐厅吃晚餐 来个周日约会 他还向接待处和服务生求证 工作人员确称 无法确认彭帅在过去两晚是否来过餐厅 有些人则强调 即使他在这里吃饭 我也认不出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彭帅没有来过这里 彭帅到底在哪 依旧是个谜 不过餐厅的服务人员坚称 餐厅里没有私人包厢 就像据称彭帅和他们一起吃饭的那种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明镜新闻台